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身體歷史憲哥 他年中喊出比照台積電 好煩喔 我覺得 擁有吳宗憲當爸爸 是不是也是一種疾病呢 我實在是 他隨便他喊 我真的隨便 我不知道 我完全沒有去過問他 我今天早上才跟他講電話 他說怎麼樣啊 天氣要不要好 你要去哪裡玩 我說我要工作 他昨天呢 昨天天氣很好 我說我昨天也在工作 他前天呢 我說爸 我現在好像比你還忙了 是不是 你要不要乖乖在家待著 不要亂跑 他就說他最近在打球啊 什麼的 那年中呢 他有他的想法 對 我只能說爸爸自由 爸爸福 那我就不管他了 對啊 欸他很 謝謝 還是有用個小小濾鏡啦 怎麼這樣 那 其實那天就是因為我終於有 連著兩天休息 所以我就刻意的在家裡面 什麼都不做 然後他就是傳了訊息關心我 然後我就說 我現在就 賴在沙發上 傳了照片給他 結果他就上傳了 然後等到我意識的 意識過來的時候 就是 我劇都已經追了另外兩集了 我才發現 怎麼上新聞了這樣 對啊 然後很多人就說 就是女版吳宗憲啊 什麼 我想說 我終於一天要請我姑姑跟我同台 你們就知道什麼叫女版吳宗憲 對啊 還OK啦 沒什麼大事 這樣子 你知道在看醫生 最近都沒有回診嗎 喔有有有 就是固定都要回診 然後我自己也會注意我的身體狀況 然後因為我就說 我每次都跟你們說 我其實換蠻大的力氣 照顧自己的身體 所以固定會有回診 然後也會有健康檢查 什麼什麼的 所以希望大家不用擔心我 然後我也會懂得把 就學著把工作跟生活 找到一個好的平衡這樣 醫生說什麼 醫生說很多耶 醫生說 欸你來啦 從這邊開始嗎 後來他就說 那你先走吧 這樣 沒有啦醫生其實 因為已經就是 固定看醫生蠻長的時間 然後互動都還蠻好 相談甚歡 對對對 有需要介紹醫生給你認識嗎 沒事啦 還好還好 沒事沒事 對對對 不用擔心 對謝謝謝謝 我一起來都是一個 非常有母愛的人 這樣講起來 我從21歲當老師 就很有母愛了 但是母愛這種東西 我從這個 從小就會有 但是本來就是 不會因為看到別人有小孩 而這樣想要生小孩嘛 對 這成小鐘哥講的一句話 我真的聽了覺得非常好笑 因為他說他每次參加婚禮 都會問他說 欸怎麼樣啊 看別人結婚你會不會想結婚啊 小鐘哥就說 不會耶 因為我參加喪禮 我也不會想死啊 然後我想說 欸怎麼這麼有道理 然後我就覺得 對啊沒錯啊 看別人有小孩 我不會特別想要有小孩 所以不用擔心我 有的話會跟大家說 但一定會先結婚 不要擔心 不要擔心這樣子 美媚的婚旅 現在到底 美媚的 嗯 我不確定 但喜餅可能已經選好了 對 然後其他的好像也沒有 也沒有什麼進展耶 但好像 好像 欸對已經今年了耶 我應該來關心一下 好我來關心他一下好了 你本身的婚禮呢 怎麼樣 還沒辦對不對 沒來已經辦完了 你辦完了 我本來想問你說還沒辦 要不要換 要不要換 下次啦下次 好啦 我們就約好囉 下次喔 所以對無聊咖啡的年終算什麼 無聊咖啡的年終喔 我還沒有 天啊 我現在真的蠻忙的 但是好 我會回去好好想一想 然後 我覺得大家都有努力的話啦 其實有努力有賺錢 就一定會有回饋這樣子 嗯 基本應該一兩個月會 蛤 一兩個月是基本嗎 哇 你們記者的年終很高 是不是 在這邊呼籲所有的電視台長官們 記者年終太高囉 他們覺得基本有一兩個月喔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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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要想一下 對對對 要評估一下這樣子 不會很誇張 我就是一個腳踏實地 實實在在的人 跟別人不同 好啦好啦 謝謝你們